7月31日至8月11日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第一次筹备会在维也纳举行 标志着新一轮审议周期启动 当前全球安全环境复杂演变 大国战略安全竞争加剧 与会各方全面深入讨论了条约执行问题 尽管存在分歧 都展现了共同维护条约机制的愿望 条约是国际核财军以后核不扩散体系的基石 中方一向坚定支持条约宗旨和目标 会议期间 中方以积极建设性态度参加了各项实质工作 积极推动发挥条约服务安全与发展的时代作用 同时也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安全与发展权益 中国恪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 拥有核武器从来不是为了称王称霸 而是设置和战争 中国坚定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 反对将地缘政治利益凌驾于核不扩散之上 中国积极推动和平利用核能国际合作 强调核能和平利用不能以牺牲自然环境和人类健康为代价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用户 浉赏和平静